汽车的大麻烦 快来快来 我需要帮助 安全 对对对 出发 小猴 发生什么事了 说来话长 今天上午 我看见小熊在研究大卡车 我心想 我曾经也是个喜欢卡车的小朋友呢 就在这时 我突然发现 驾驶室里的司机叔叔发动了卡车 就要撞上小熊 在这危急的时候 我挺身而出 踩着飞行滑板车 帅气的救出了小熊 太好了 你叫我们来做什么 你们看 小熊吓哭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熊 你别哭了 我们来玩捉迷藏吧 捉迷藏 好啊 好啊 来 你和叔叔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里 我们躲到卡车周围 看你能不能找到 不过 你只能坐在车上 不能出来哦 没问题 卡车又高又大 我一下就能看到你们了 三 二 一 我来咯 呃 安全对对对 你们在哪里 怎么看不见了 呃 去哪儿了呀 嘿 我在这儿 哇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呀 哈哈 从你的视线盲区里呀 视线盲区 在驾驶座上 视线会被车身挡住 有很多地方是看不见的 这叫视线盲区 无论哪种车 都有视线盲区 越大的车盲区越多 这样卡车这么大 盲区就更多了 哇 以为司机叔叔什么都能看见呢 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呀 下次我可不一定能救到你了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在车辆周围玩耍和停留 一定要离开视线盲区 答对了 你真聪明 哈哈哈 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